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工联热华》新的一集又开始了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 我们工领会立区员契明 契明 大家好 我们区员Mabel 大家好 今天还有一个新精头 我首先要祝我们所有的打工仔 新一年升职加新 我祝我们各位的观众 龙马精神 我祝读书的朋友 学业进步 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要谈谈国歌法 因为国歌法 又变成一种热门的话题 契明可不可以介绍 国歌法的进展情况如何 如果各位观众 有今天看到新闻的话 就会看到 我们其实很多立法会议员 70个里面有60个呢 都已经加入了在下个礼拜 去开展那个 立法那个委员会 那个法案委员会 那我们60个人去谈 其实等于我们上次 是一地两检 大家这么重视 因为这个国歌法 是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以及我们香港市民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法例 那在前年 可能我们理事长都知道 我们前年的人大的会议 将我们的国歌法 终于立法 然后呢 就在前年 都是将我们 11月的时间 还要将我们的国歌法 就摆进去我们的 基本法的附件三 那可能有些 反对派 或者有些人 不清楚 会不会说香港 直接引用了国内的国歌法 那其实这个 并不是这样的 鑫明想说 可能就是说 国歌法一这样看下去 通过的机会 都非常大的了 我想 只要我们 其实我们 爱国爱港的阵营 我们的朋友 是齐心的 其实应该一定通过得到的 那但是呢 我们希望呢 社会大众都可以理解到 整个国歌法的原意呢 并不是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而是呢 令到我们的国歌呢 受到应有的尊重 是呀 我见那些反对派啊 好像经常用这种果用 好像抹黑的国歌法 我一找同事呢 就找到一些资料 各地呢 那国歌法的那些的 规例 罪严呢 是印度 是罚款之后呢 监禁三年 其他呢 基本上呢 每一个国家呢 对于 对于侮辱国歌呢 都有一个懲处的 有些可能是罚钱 有些是要当场 拘捕的 那这一件事呢 国歌法 在全世界各地 很多的国家 基本都有的时候呢 其实 反对派 有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 我想国外的例子呢 就是一个相对很简单 可以解释到 是不是呢 所以等一下Mabel 不如你说一下国外的例子 是怎么样 是其他国家 怎样对付 对应对他们的国歌的呢 又或者我们说一下 我们平时 很多香港市民都经常说 美国又怎样怎样怎样 那其实呢 我们所知呢 美国其实一样是有国歌法的 那美国的国歌法呢 亦都规定呢 就唱国歌的时候呢 是要缩纳啦 除舞啦 而且呢 右手是要放在 近心口的位置 那样的 那样的 例如可能呢 法国呢 亦都有一个国歌法在那裡的 那法国的国歌法 亦都规定了 在一些重大的活动当中 如果呢 就是有人公开 公然地侮辱 国旗啊 国歌啊 那其实呢 都是呢 有一个罚款 罚七千五的欧元 七万五千元 七万 七万多港元 是啊 那这样呢 就是 都不少啊 这个价钱 那另外呢 如果更加严重的话呢 是有机会呢 就是判处这个 有期的徒刑的 套刑的 现在我们暂时的 草案的想法呢 就是应该是罚两万元 以及呢 最高监禁三年 那当然如果你是 拿来是作为一些商业用途 那他不侮辱国歌呢 是会再罚五万元的 那其实相对于 去到法国那样 完全都是一个 相对很小的数目 那所以呢 我想一般市民呢 不会因为你这样的刑罚呢 是有担心的 是啊 美保里 你只是在地区 那你小到小都很小的 我知道 那你怎样看 那国歌法呢 会不会很大 有国歌法立法之后呢 好像街坊啊 好像读书 不是很大的压力呢 我又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我们 既然一来 就是 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国歌法 那其实国歌法是 某程度上呢 无论你是 美国人好 法国人好 其实尊重自己的国歌 或者尊重自己的国家 其实是应该的 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只不过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是 香港人 也都是 更加应该是 中国人 那所以其实呢 有这个国歌法呢 是更加 就是更加好 这样维护我们的 国家尊严的 那 那我们也都相信呢 就是其实 我们作为一个 普通的市民呢 也都不会无端端 就是 去触犯 就是国歌法 或者去诋毁我们的 国家的尊严 是的 不尊重我们的国歌 那还有 就是 我们其实 香港都有这个 国旗 国徽法 那其实就 到现在为止 也都不是说 很多人呢 去 就是被罚 或者甚至 就是它最高 都是罚三万元 但是暂时 都好像 没有人被罚 除非乞业 是的 啟明 那时候 这个是普通的 所有地方都有国歌法 其实反对派 你可不可以扩括 反对派反对哪几条理由呢 其实我想 有些反对派可能 是 有些说 是不是要我们洗脑 要我们去爱国呢 我想有些 如果真是这么容易洗脑 我也希望洗一洗 我个儿子的脑 但是 我们只不过呢 不希望呢 有市民呢 是透过这个 真空的地带呢 蓄意将它一些 对于中国的一些 不认同 是作为一种的 宣传媒介 或者甚至将国歌去变化 去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那这个是 整条法例 最主要的做法来的 那有些人就说 是 是不是可以有 不歌颂的自由呢 但其实我们希望 整条法例的原意 或者我们自己的想法呢 其实我们希望是有基本的尊重 对国歌呢 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香港市民呢 应该有的 但是我听懂 国歌法的要求呢 是故意侮辱 什么才是 一般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一般人犯的那些 其实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就是你没有心的那些 最重要是故意犯的时候呢 才是起诉的 是 其实因为整本国歌法呢 整条草案就是这么多 那么多纸很薄的 那究竟它是要 是不是要 那个日后 怎么去操作呢 我想很多是经过法庭要去判的 那经过 可能法庭要经过法官的审相 经过社会的一些议论 那究竟它是不是一些人 是无心 我想都不会是 会中招 肯定是有些有心人呢 才会触犯到国歌法 是会判以一个罰则的 是啊 我听过有些立法院 我都会有点拗人头 就说 譬如宣誓的时候 要有一个唱国歌 他迟到参加不了 是不是会DQ的议席呢 其实实际上 这个是有些人拗人的 如果真的迟到 连宣誓都不准时的话 结婚他都不准时去 那么这些人 是不是还值得做议员呢 我想不是国歌法的问题 而是个议员 是不是想宣誓的问题 是的 所以我感觉上 他都会特意将国歌法 讲到好像是 洪水猛兽那种 我想这个抹黑是 我们反对派的 一直在用的做法 还有其实我们这里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所以其实唱国歌也是正常的 是的 而且我们立法会 是这个宪制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感觉上 国歌法在全世界呢 在一个common sense的时候 带来香港好像变成另类 我想这个就试过 是不是香港我们 就是国民教育 真是那个跟不上呢 那些缺失呢 你怎样看这个 香港国民教育呢 香港国民教育 我想香港国民教育 自从前几年 政府是推倒了之后呢 现在是最基本 可能是有些中史的教育 令到我们的同学 小朋友 有些最基本 对于中国的形式 但我想这个远远是不足够 而空式教育呢 现在人家都叫做critical thinking 那作为critical 就是批判性的思考 如果是没有一个 是原本应该 市民这个基本的一个形式的话呢 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 他的心志 怎样去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或者一个合理的价值观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Mabel 你这个小孩子 你怎样看香港国民教育呢 其实呢 我们作为香港 其实以前呢 港英时代呢 都有奏唱国歌 这个环节 其实我们相信呢 现在回归二十多年了 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呢 都要更加了解 我们自己的国情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国家 正是发达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想不到一个什么理由 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我想在中小学里面教呢 其实都一个很合适的场地 其实我自己的幼稚园呢 现在都开始在亨国歌 是吗 所以我想这个呢 小时候去学习了国歌 然后呢 对于国歌有个相应的尊重 我想是对于香港小朋友 一个应该有的 对于国歌法背后呢 可能有很多故事在后面的 我想通过国歌法 可以教李小儿仔 了解国歌法 那时候的背景呢 更加会了解我们香港的 或者中国的历史 我现在看很多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国家 我一个肯定是 靠独立词书 没错 第二个 看看中国的文化 是 第三个 回到内地去游览 看看内地那种 没错 拜好的 河山 从这个角度呢 既有理性 又感性的形式 但我回到看回 有很多通识教育的时候呢 发觉呢 好像未对一种 国家 各情的充分的了解的时候呢 就去批判 我发觉有些小孩子 中学小学的时候呢 已经是讲了一些 批判的精神质疑的时候呢 我发觉今晚好像是 越来越歪了 其实我经常觉得 香港的国民教育呢 先讲一套 应该正宗的东西 什么叫中文文 讲就讲 他历史是怎么样 背景是怎么样 之后 你可以再从另一个角度呢 去演绎 这样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加好些 否则呢 没有一个基础的时候呢 只是去质疑的时候呢 我发觉 我会用中学小学 去拜遍了 是的 我想 例如我们读历史 我们读历史 先读证史 读完证史呢 对于开始对历史 有兴趣 就是读一些野史 花边的 得意的 所以呢 正史整个流程 整个历史 整个历史 的变化是怎么样 这个要先确立了 但是慢慢再去学习呢 我想对于整个人的认识 或者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认识 会更加好一些 Mabel 你怎么看这方面呢 其实是的 因为 过往可能我们 对于国民教育 大家都 不是太重视的情况下 到至现在 我们 有一帮年轻人 对于我们 国家的认同感 不是很高 也都甚至觉得 甚至他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就未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其实这件事 对于我们 香港的发展 也都未必是好事 是的 我一讲的时候 我一和一些小孩子聊的时候 可能就是刚才说的 他当电视剧 看历史 就当作正史 去理解的 其实那里面 已经有一种 戏剧化的结果里面 我发现 我们香港那种 国民教育 都有类似这个情况 不透全面 对不对 不透全面 所以我想 我们对于整个 空式教育 如何再去调整 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立法会里面 都在提 希望呢 如何去带好 我们香港小朋友 有个基本的认识 然后再去 透过老师 透过他们的专业 去达过他们 去慢慢再通识 慢慢再 多个角度 去了解一件事 更加好的一些 还有我觉得 传统就是说 中共文化 和西方都很不同 很不同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去拜神 又拜神 为什么要三拜呢 不是四拜五拜呢 后面有很多故事里面 但现在 年轻的人 未必会知道的时候 没有种的文化 的氛围的时候 没有种感情 在我们中国里面 去很多地方 去到 广东 可能是广东人 或者广州人 但他不会觉得 他不是自己是中国人 是不是 我发觉 在台湾也是 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中国人 可能是中国的台湾人 起码他不会否定 自己是中国人 或者我们香港 好像将中国人和 香港人 好像是对立了 不会因为我们香港 始终是一个特别的行政区 是一个城市 我们城市和一个国家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在那里 你承认了你是上海人 你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两个层次 这是苹果和橙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苹果和苹果 哪个好一点的问题 是啊 Mabel 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补充 还有呢 过往 可能我们 爺那一代 或者我们 父母那一代 其实都是 习惯了 可能是艰苦奋斗一些 可能来到我们80后 甚至可能90后 现在我们说千禧后 尤其是90后千禧后 这一班的年轻人 就可能更加就觉得 咦 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 是这样的呢 就是不是 就是没有了 过往那一代 艰苦奋斗的那个感觉 是啊 我看这些研究 都发现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新一代 和九代有些不同 旧一代 和内地有些关系 比如很多内地下来的 或者很多姨妈姑子 在内地的时候 经常回去 一经常回去的时候 你这样的内地 了解之后 看到内地的变化 内地的进步 整个不一样 现在很多年轻人 和内地的关系 没有了关系的时候 很少回来的时候 虽然搞笑的事情 回到内地 有些问题 要不要搭公仔面上去 害怕内地啊 好像以前那样 一种以前那些 大悦信时期 一种很饥荒的时候 没有东西吃 我发觉 对啊 这个就是很难 想象的 对中国的一种理解 所以我想 整个大湾区政策 怎样令到 双方面多一些交流呢 我想要透过 我们工联会 去做多一些 因为我们 有些人 即使是很高学历的人 他们就以为 我们国内的朋友 其实现在还在看 一些国共内战的 每天都要看 其实大家在看法乐大本营 这些奔跑版的兄弟 相对娱乐性比较多 不是每天都在说这些 所以我想对于 国内的了解和认识 这是最基本的认识 然后怎样可以 这个我想通识 其实对于这方面 都是不足够的 其实我们做过研究 整个通识科的课程 对于中国的介绍 其实都很少 整个通识科 或者整个高中里面 对于中国 或者中国文化介绍 可能只有几十个小时 三年里面只有几十个小时 那你何以令到新一代 对于他们中国 有基本了解的正确 其实都十分之困难 是啊 而且好像香港文化 对中国的历史 我这样说 对香港的历史好像 都不是很熟悉 我一听到很多的时候 年轻一点 经常觉得 我们香港以前 都像现在那样 好讲法治 民主 自由 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 因为最近我 为什么看这件事情 我开了大观看的时候 感受到 咦 为什么跟我以前 九生之前去到的时候 是很不同的 如果你看到大观看的历史 它实际上是一个警署 监狱 一个法庭 同一个地方 那时候哪里有这些 民主之后 我印象最深的是 九生之前 我们搞些抗议 还要去警署里面 要申请 不批是不可以搞的 非法集会 所以我发觉 现在很多香港人 理解香港的时候 可能都是片面的 最近我看一本书 讲香港警察的真实故事 讲五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香港警察 如何去贪污成风 但是我估计 现在年轻的人 都没有这个理解 是吧 所以我想可能大家对于 可能是 那个年代 有些是以为 只是经济贫飞 跟着有些是相对去以为 将一些美好的投射 放过去 其实我们是香港 由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其实很多艰难 一步一步捱过来 包括是殖民 对于我们的怀人的迫害 其实这些事情 大家可能是忽视了 只不过是去到我们香港 回归之后 大家看到可能对于 进步不够快 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认同力 是不够的 但他们没有看到 其实百多年以来 其实香港是没有进步的 但我们反而是认为 这二十年来 是进步不够快 其实这个反而是 对于 而产生了一个抱怨 其实这个是 对于整个历史的 不认识不透切 就是出现这些问题 是啊 我经常觉得很多 跟那些政府部门 那些官员 那些警察都是 他都说 如果九七年前 肯定他升不到这个位 就是九七之后 因为以前最高位的那些 全部都是英国去担任 但我们现在年轻一点 没有这个抗联 我不知道 你们的感觉上 香港的年车一代 可能成长的时候 可能在八十年代出生 可能他了解 九十年代 二千年代 但对香港整个历史 所以特别五六十年度 七十年度的情况 是很少的 我现在常常叫一些 年轻一点 怎样的 最好看四大探长 这部戏就了解到 当时的一些情况 是 可能只是看难兴难兴 就是了解到 去幸福那面 四大探长 就不看 就不知道真实黑暗那面 其实对于我们香港的 一个 那个时代的偏见 其实对于青少年 也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公国法可能都带出很多 可能我们香港年车一代 对于国情 对于香港的情况 香港的历史 可能远远都不够 所以国国法引起这个问题 我想最关键就是 可能香港的国民教育 还要加把劲 我知道 启明的议员 和Mabel都很忙 将来我们有机会 就我们香港 有些重要的社会的 业续话题 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吗 好 谢谢你 拜拜